台中人气早餐,清费猪血汤,呃,原来这样接地气 台中市东西市场进入全路街边 有民众投诉,日前看到一箱箱猪血 被随意放在路边地上,一旁就是水垢盖 而里面猪血没有被完整包装包覆 可以看到边角有些地方猪血和直接接触到空气 担心有被污染的疑虑 尤其是水垢旁边都会有很多蟑螂啊 有时候会有老鼠什么的 直接摆入路边应该是不太OK的啊 直接看到放地上也不太想吃 会让我担心都会不会有污染之类的 卫生区获放后于10月14、15日 派人前往棋查 确实发现猪血被完整遮盖 也没有离地放置,以为食安法 规定是所有的盐材料办成平衡 包括那个保冻材料、容器具体都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后来我们老板娘说,现在要去拿 然后要盖,要放蛋白 现在都没有用,都没有盖 你如果说包装得很好 地上至少有一个区隔 你还算合物规定吗? 以为新闻网10月20深夜到22凌晨 连续两天观察发现 从猪血工厂上达市场 女探商前来清洗冠状号为止 猪血放置在外的时间长达3至5小时 卫生局表示将不定期同期检查 若再查到违规,将以食安法开罚 如果复查还是没过,那就会罚6万以上 而环保局计划大队表示 也会派员无预警去机场 若长达业者任由血水 四处滥流,有污染环境状况 即会开罚1200人以上付钱人以下 并要求限期改善 若不求再办,可连续开罚 东新闻台中报道